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坐在我身邊的很久沒見Fan 嗨 Debbie Fan真的要來幫忙 因為第三季都走了差不多一半 很多投資者都問同一個問題 市場仍想走多久 我想特別是美股那邊 最近現在的國際性投資者 甚至大戶 最關心的因素是什麼呢? 其實不僅是美股向上升的 我們看到環球股市 仍然是一個上升軌道 最明顯的 因為第二季度就是 新冠疫情大流行 衝擊環球經濟最嚴重的季度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疫情衝擊經濟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 現在我想投資者最關心的問題就是 究竟這個經濟復甦 是不是可持續的? 還有現在講得最多就是英文字母 到底是V型 V型 U型 有時候 有時候都單日新增7萬 8萬 但是最近的一個星期 其實就慢慢回落到 平均大概5萬左右 但是其他很多市場 其實都在上去 比如歐洲 或者區內的地方 我們香港好一點 中國也更加好 但是其他區內其他亞洲經濟體 都還在守著這一關 比如你現在這樣看疫情的趨勢 你覺得投資市場反映了多少? 如果我們看回那個疫情市 現在基本上環球股市 你看到是個別發展的 個別發展也很大程度上 看到不同的區域和經濟體 它在防控的成效 和疫情衝擊它本地經濟 其實那個程度的差異都很大 現在總體來評估 我們亞洲區 特別是北亞地區 防疫的成效是相對顯著的 所以因為你的防疫成效是顯著的 其實是令到重啟經濟更加順利 這個也會幫助到企業的盈利復甦 我想很多投資者也可能不太明白 明明現在美國的疫情爆發 似乎是全球最高的首位 但是為什麼美股仍然是領先 我想有一點投資者要注意 其實股市它不是完全反映它的實體經濟 因為股市的成份股 即是不同的指數它的成份股 其實也有不同 就以標普500指數來計 最大 最重磅的五隻科技股 其實已經佔它的權重是二十多個百分之 現在我們看到由年初到現在 其實環球股市的升勢 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結構性增長板塊 新經濟板塊就是科技 醫療保健 還有就是非必需消費品 為什麼必需消費品會跑得這麼前呢 因為它是含了電子相謀 這些就是結構性增長的板塊 它也正正受惠疫情的 所以我們一直看到 科技股 醫療保健板塊 雖然它已經是跑贏了大市 但是剛剛美國現在差不多接近尾聲 第二季度業績 也都看到科技 醫療 板塊 這些公司的銷售收入 以及它的盈利表現 也都是優於市場預期的 所以這一輪這個聲勢 而且是由這些新經濟板塊帶領的股市上揚 其實它也有那個基本因素之下 個別板塊 我們稍後慢慢再跟大家說 究竟選擇哪些位置好 不過如果我們看回大市 剛才Fan也特別提過 就是美股為首的市場 一直帶著上 其實我看踏入下半年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美股應該不會衝得那麼厲害吧 但誰知道不是 一個月一個月 其實你見過NASDA 標普500 和道指 全部升幅仍然有超過4% 我們恆指也很可憐 就是升得過1.多個百分比 人家A股上證都升到超過6% 有很多人問 接下來在市場上面的資金調配 Fan會不會有些什麼可以教大家選擇 還是還是要買強勢的市場 就是落後的亞洲地區 有沒有機會可以發力 我想如果看回投資策略 展望今年下半年 雖然第三軌道去到一半 但是由現在展望去到年底 我們都相信逆後重啟 和經濟復甦會主導不同市場的表現 以我們匯豐私人銀行來說 目前我們的資產配置 仍然是看好美股和亞洲股市 因為我們預期 美股和亞洲股市 它的盈利復甦的展望 特別是進入2021年 是相對看好的 因為美國和亞洲地區 那個科技基建相對是強勢 你看回股市的比重 以不同行業的權重來說 目前美國和亞洲 它的防疫能力較強的板塊 包括哪些呢 就是科技 醫療 電訊服務 還有必需消費品 還有公用事業 這些相對來說 就是疫情爆發期間 它的盈利表現相對是穩健 而且它也是受惠的 就是消費者受惠的轉變 所以美國和亞洲 都是科技股 醫療保健的板塊 它相對的權重是偏高的 也是 因為Fan之前都幫助 所以他們會受惠 因為Fan剛才提到這一點 其實我們都有些畫面可以給大家看 包括其實可以看到 一些抗疫能力比較強的板塊 相關的股份 究竟配置在哪些市場上 大家經常都會想 如果我要選科技股的話 我説來説去 就是美國的五大或者六大 你都說了 佔了整體的市值超過20% 但其實原來還可以分佈在其他市場上 都可以看到 真的不是只是美國 其實你不讓我看 我也不知道 歐洲的佔比 譬如在醫療相關的比例 其實比美國還多 東歐、中東、非洲地區 其實醫療的比重都大 不過科技又真的 都是美國最多 是的 如果你看看不同市場 科技股的佔比 你也看到 譬如拉丁美洲 它主要是依賴能源、大中商品 它佔環球科技板塊的比重 它也是落後 再加上疫情 在拉丁美洲 仍然爆發得很嚴重 所以我們預期不同股市 它的表現的差異化 其實去到2021年 仍然會繼續擴大 是的 你剛才提到一點 就是除了你說 這些新經濟領域的爆炸性增長 在疫情期間 大家好像發現 發現新大陸 這樣 可以將這些錢 感覺上好像避險 避入這些板塊 但有時候我們都要看回 究竟實體經濟 能否支持到大家 可以長期一路戴著頭盔 都會一直扔錢進去 剛才你說 其實很多人 其實現在的投資者 在買不是今年的復甦 買會不會是明年 以至是後年 其實那個強勁反彈 因為本身 我們打算第三季 應該是環球經濟反彈的 但誰知道 來過第三波疫情 變相也會令到 大家對第三季 經濟依然有點疑慮 其實現在投資者戴眼鏡 看經濟方面 已經充分price 在市場上 我想大家要留意 股市是向前看的 都是前瞻性 基本上股市一般都會是超前展望 未來六至九個月的盈利前景 所以今年市場已經預計了 環球股市的每股盈利會大幅下挫 所以今年已經 市場反映了 太小事玩完了 是的 今年就完畢了 但是去到2021年 究竟那個經濟復甦 和企業盈利 是否能夠持續地復原呢 這個也都要取決 第一就是疫情防控的成效 還有就是政策的支持 我們看到 美股今年以來 一直都是領先的 在發達市場來說 它的表現是最優秀 我們在我們的資產配置裡面 也都由年初到現在 都是超配美股 都超配美股 因為美股也有相當強力的 就是政策的支持 因為現在聯儲局 它的點陣圖 也都是預測 就是零式政策 是永遠的了 起碼到2022年的年底 而且它那個不買債的行動 就預期它都會繼續持續 因為目前美國 正正因為它的新冠疫情 仍然是爆發的 所以也都令到 就是特朗普政府 它會持續再推出 就是財需政策 它支持那個經濟復甦 特別就是它那些失業的援助 它是會持續可以交到的 同時由於零式政策的持續 令到這個環球的低息環境 是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所以就令到一些高增長 和高收益的資產類別 是可以受惠的 剛剛你提到 就是美國的經濟方面 其實有機會 大家有信心它可以先走上來 和亞洲區都是 但是我都看過你之前給我的一個圖 其實就是講經濟反彈力度 你們有些預測 我看一個圖就是 這個成熟經濟體 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預測的反彈力度 但其實我看到 那個新興市場的反彈力度 你們的預測其實是厲害的 我就會想 因為新興市場長期都好像是落後成熟市場 如果我都查看 譬如你MSCI指數 由3月那些低位反彈 都是以DM為首 就是成熟市場為首 是彈了差不多50% 但是你新興經濟體 其實只是彈了四成鬆一點 為什麼不買一些落後的地區呢 如果從股值的角度來講 在新興市場裏面 我們就相當看好亞洲股市的 而在亞洲股市裏面 也都是超倍中國和南韓股市 正正因為先頭提到 展望2021年 我們都是去評估 就是那個盈利復甦的前景 而亞洲股市其實有四大利好因素支持 第一就是我們亞洲區的經濟結構 其實都是以內需驅動的 所以現在環球經濟 雖然是衰退 但是因為亞洲區內內需的支持 所以我們預期 今年亞洲 除日本以外 亞洲是唯一一個主要的經濟體 其實今年的GDP是持平的 大致持平 但是其他主要的經濟體 還有新興市場 特別是拉丁美洲、東歐 它是會有嚴重的衰退 而進入明年 由於我們預期 中國經濟的復甦 會持續領先環球經濟復甦 我們看到中國 其實今次新興疫情 首先在中國那裏爆發 但是它也是最先走出封鎖 以及重啟經濟 現在也看到亞洲區內 是有很強力的政策的彈弱 我們有內循環 是的 我們預計亞洲的央行 還會繼續減息 而人民銀行今早 剛剛也都 增量投放 是的 中期借貸便利 其實又投放了7千億的流動性 而在年期間 今年陸續還會再有減息 以及公共增長度 特別是通過財稅政策 又會刺激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 所以這個也是支持亞洲股市 特別是我們看好中資股 還會有股值重股的空間 我聽Fan你剛才這樣說 可能政策很多支持 特別是內需 大家都會立即提出一件事 就是當科技板塊 又或者是新經濟股 走得已經這麼快 待會都可以給大家看 過去一段日子 其實TNT 相關的電訊 科技那些 由2015年開始 去到今年 一直跑贏了其他主要的板塊 但是既然政府會加大力度去支持 好像經濟 內需等等 為什麼大家不會炒一些舊經濟的東西 因為之前以美國為首 你都看到羅素2000那些 其實開始跑上來 是想追貼新經濟股 我會想 在我們這邊亞洲區的市場上 有沒有得複製 如果去追落後 因為現在新經濟板塊 其實是跑贏大市的 但是不要忘記 新經濟股 它跑贏大市的原因 亦都因為它的盈利表現 是高於市場平均的 是的 而且它的淨資產回報率 亦都比市場的平均優勝 所以這是支持它高估值的最重要原因 但是當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擴張周期 特別是我們預期要投資帶動 特別是基礎建設 而且不只是舊基建 不只是起橋起路 現在一個很強的支持復甦的 新的動力就是來自新基建 主要就是數碼基建 包括5G 雲端科技 很多數據中心的建設 這個新基建的推動 是會令到 既在新經濟板塊裏面 我們預期的贏家 仍然都會維持一個 強勢的增長的展望 但是同時 在一些舊經濟的板塊裏面 亦都有一些和基礎建設 建造 甚至乎部分的內房相關的板塊 它亦都會受惠 新一輪這個流動性的 充滿和減息的政策 所以這個亦都帶來新的投資機會 大家真的要小心點選股 不過如果大家最直接都會想 既然Fan都會覺得 未來新經濟股 其實他們的盈利等等 其實動力應該都會繼續跑贏的話 加起來我們恆子那邊看 因為剛剛上個星期五 恆子貴檢 終於真的加入一些科技的新力光 陰公仔就是隻尾團 只能入到國子 小米爆冷入恆子入國子 阿里巴巴其實也是入所兩個指數 其實初步估算 其實被動基金追貨 只是在阿里巴巴那裏 都有超過12億美元 不算其他 但Fan我都見你一早 其實已經 很幾個月前 我都已經看你有些note 你已經說 其實慢慢那個步伐 在科技股加入恆子那裏比重 是會繼續增加 但有些人又說 不好再 可能市會更加瘋 是否呢 我相信 投資者現在都會再 以一個中長線的角度 去關注 現在香港股市 它那個盈利結構的轉變 因為 今次就不單止 恆子 它加入三隻重磅的新經濟股 我想一個更加受到環球投資者關注 就是香港股票市場的中長線 的盈利結構和增長如期的轉變 因為我們也都見到 由於中美緊張局勢 就持續升溫 而且現在看到中美的角力 由關稅層面 現在擴展到福利和金融的事務 所以現在在美國上市的一些中資公司 因為它現在首當其衝 美國政府也公佈了 要在2022年的一月之前 他們是需要符合美國公開公司 會計審批的要求 當中包括要求中資公司 在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 它是要提交它核數的文件 我想這個目前都是主要審計戰的一個焦點 所以大家都要回到香港 因為美國方面 他們在美國上市 那個規管風險現在是上升 所以我們匯豐私人銀行 是預期中概股 來香港上市的速度會加快 特別是在明年 因為在2022年1月 就是在限期之前 因為它如果在2022年的1月之前 不能夠符合美國的審計要求 那它是面臨退市的危機 所以現在是做個準備 所以對於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來說 它有在香港二次上市 其實對它來說 也都是可以應對這個規管的風險 而隨著這些新經濟的速度 加快來香港上市 我們都是做過評估的 如果我們以目前在納斯達克上市 最大的11個中概股 我們預算它們全部 其實都會來到香港上市 那麼我們預期 只是計算這11個最大的中概股 已經是會使得 在恒指指數成份股裡面 那個科技板塊 就由13% 就增加到21% 而當中就是非必需消費品的板塊 包括電子商貿 是會由這個 單位數去到 是由6% 就會大幅增加去到22% 換句話來說 新經濟板塊 原來在恒指是兩成左右的權重 很可能是在年多之後 就會去到四成多 因為這些新經濟股 其實它國政資產股 和它的每股盈利增長 都是遠高於市場平均的 所以它們在恒指裡面的權重上升 也都會令到整體恒指 那個股值 從股的空間就會加大 也會吸引海外的資金 為了去追蹤 繼續追蹤和去投資 這些新經濟板塊 再加上就是國內 因為它陸續會有新上市的公司 它也可能會以香港作為一個重點 即是上市的首選地 這個也會對恒指 就是中期來說 整體的盈利增長的展望 會大幅改善 大家都會馬上去想 大家都知道 科技股的盈利動力十足 而且股值也是相當高 立即變相就會想 對於恒指的股值的拉升 即是有PE expansion 還有盈利的拉升程度 其實都會誇張 現在恒指大概PE10倍上落 目前恒指指數 仍然都是在我們的歷史低位 如果用12個月的預測市盈率來計 目前恒指是10.8倍 那是11倍以下 對比如果以標普500指數來說 是20多倍的盈利率 其實股值相差是很遠的 而隨著恒指成份股的結構 它是逐步有個明顯的轉變 而且是加入了高增長的新經濟股 這個也會令恒指整體的平均股值 會有重股的空間 好了 看到圖中所見 都會非常明顯看到股值拉升 Fan 以他們的私人銀行方面 推算大概12個月後恒指市盈率 因為這些科技股的加盟 就可以由大概10.7倍上到差不多16倍 這個16倍的計算 其實我們也是用回 我們假設在納斯坦克最重磅 那11隻新經濟中概股 都來到香港上市 而且因為它的市值大 它會納入恒指之後 按照它目前的股值 來推算恒指的12個月 預測市盈率的重股空間 是可以由11倍以下到16倍 好了 至於ROE方面 都明顯 大概9.5%左右拉高 應該有機會到11%左右 不過Fan 暫時的股算 都是頭11大過來 都還沒有計算其他 其實整個list搬過來超過30隻 可能大家到時就不基於這個 比較保守的股算 看看到時對於恒指的拉升程度 會有多少 今天謝謝Fan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長進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在YouTube那裏 訂閱我們這個節目 另外記得按那個鈴鐺 因為為什麼呢 有節目的時候 就會馬上在手機上 再一次多謝Fan 下次再和你聊天 謝謝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